来看到一年一度的农民节到来 台东陆野严平地区今天是举办了农民节以及优秀农民表彰大会 台东县城绕青临市特别道场庆贺并提到 县政府积极借由网路农场等平台的建制 以及参与国内外展览活动 行销发展台东的农产观光 也增进农民的经济收入 台东县陆野地区庆祝113年农民节以及优秀农民表彰大会 今日在陆野地区农特产品行销中心举办 而台东县城绕青临也特地前往恭喜受奖的各位模范农民 而同时县长也提到县府积极推广红乌龙以及凤梨产业 陆野地区农会近年来推动台东红乌龙的分级评件 建立品牌形象 重视卫生安全、制茶环境以及农药安全的规范 再在提升台东茶叶市场的竞争力 而另外银瓶墙的凤梨 县府团队也寻找国内销售管道 希望能够增加农民的收益 几年台东县政府也努力的在推广红乌龙 在推广陆野地区 也希望能为大家多创造更多的行销管道 那在盐平地区我们比较大量的凤梨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朝加工的方向来努力 期待未来我们跟陆野地区农会合作 我们陆野盐平的农产品水果都能够更广泛的行销 而在茶叶方面农业处也指出 获得112年五星级制茶评鉴 由凌旺之茶园碧楼原茶访获奖 市县府辅导的农民红龙金牌奖为允芳 美丰茶园新元昌红茶茶叶文化馆 此外还有全国新的奖项也在活动中颁发 目前在台湾里面确实是一个最优质的茶的股价 非常的努力在我们的研发上面 持续的带给大家 把这些好的技术提供给大家 而在活动当中也举办摩采 同时抽出县长奖以及各项奖项 并有精彩的进歌热舞表演 通过农民节以及优秀农民表彰大会 县长奥千玲表示 感谢农民朋友以及各机关单位 过去一年的支持以及配合 让台东的农产品无论植或量 都能够大幅的成长 切犯罪路野强报道